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溫暖中美女 好辣醫師團 疫情讓大家的生活型態大改變 也有很多的失控行為 今天就讓好辣醫師團來告訴大家 有哪些應注意而未注意的呢 好辣軍團們 自身的生活又有什麼改變呢 石牌小護理師林彥均 哈囉 大家好 因為疫情改變了很多生活模式 對 對不對 小朋友也改善了我們家裡的視訊上課 有很多人在居家辦公 視訊開會議 但是偶爾出門也都有一些規範 甚至買東西訂東西 也都帶來很多不便 從此很多東西還不一定訂得到 對 可能訂了以後一個月才來 對 今天聊這些改變 可能會衍生出什麼樣的問題呢 是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你看 全民防疫失控多 生活全面變那樣 是 首先看到的呢 隔離病房患者失蹤 醫師警察好驚慌 我想大家可能都有印象 上個月不是有確診病患 然後離開這個隔離病房 有看到新聞 然後跑去做捷運 然後又跑去外面 後來就被找回來之後 就大家就地平聲浪不斷 對 其實我覺得大家對一些病人 還是要同理一些 因為我們也是確診收治醫院 那我們也發生過病人不見 我們收治了一個男性病患 他是個年輕人 不過他本身有一點 精神疾病的診斷 就是他有點像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自閉症這一類的 他進來之後呢 我們第一印象就是 因為他很不合作 因為他住進去之後呢 在第一天我們就造成 我們護理同學很大的困擾 因為他一直跑出來 但是沒有離開那個隔離病房 但是離開那個病室 那我們護理就跟他講 那他就再怎麼講呢 你就發現他有聽沒有到 他眼睛也不看你 也不跟你溝通 結果晚上12點多的時候 我們護理同學人 就是大夜班 剛接班的時候 每個病房巡視一下 都還在好像看起來睡了 那早上6點多 早上巡視看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病是人不見了 就通知醫院的主管 馬上先報警 請警察協巡 馬上報我們的縣市衛生局 然後疾管科 很快就到家裡找到他的人 帶回來之後很多人問他 他就像一個做錯事的小孩子一樣 就怎麼可以亂跑 他說我沒有跑 你不是跑出去了嗎 他說我肚子餓 那我要吃飯 你會晚上 晚上晚餐後也沒有宵夜 他說他有吃宵夜的習慣 他說 而且我有告訴你 我說你告訴你 你都沒有跟我們講 他說有啊 我有寫張小字條說 我要回家吃面 放在桌子上面 大家看人不見 誰會去看那個桌子 找誰搞 很緊張 所以其實有些病人 他其實 當然這個新冠疫情 把大家的心智或精神狀態 其實弄得非常的不穩定 尤其本身 他也是一個比較特殊疾病的 一個病人的話 那他這種的 他的理解力確實比較差 對 我覺得就是除了在那個 就是病人如果說 在隔離期間那種恐慌症之外 我覺得自己像我們很正常 目前還沒有陽性的那個狀況 在家裡也非常非常的恐慌 像我今天出門 我就開始很焦慮 因為我就是病 對 我今天其實也不想出門 你知道嗎 對 就是 我都想要遲了我的主持 要來錄影到底還要不要來 對 就是 我跟你講 其實都有這個焦慮 因為我們 製作單位說要開錄 我說 是 他本來是上市家錄 我說實在是很焦慮 可是 你看就想來工作 又覺得很恐慌 對 沒錯 我就是想想 那上通告的藝人 他們會拒絕嗎 對 其實有的應該不會拒絕 不會拒絕 對 我說我們來了 對 可是你也是坎特官對不對 打特官什麼意思 坎特 打特官 我現在已經很焦慮到一個不行 你知道就是我現在 因為自從宣布三集警戒開始之後 我就是每天在家裡 因為看了新聞 我的那個焦慮感 就一直一直地上升 如果說家人從外面回來的時候 那個細菌就會跟著我們的身體 而且你不知道可能是頭髮 可能是你身上的毛 就是毛髮之類的 或者是衣服 我會在玄關的地方 擺了一張椅子 他進門的那一刻 就必須把身上所有佩戴的東西 放到椅子上面 然後我就會拿著酒精 開始噴他全身 對 然後就整個酒精會 所以脫光嗎 不用...還不用脫光 我先把它噴完之後 然後就開始進行 他可能... 他買了個東西有提袋 你知道嗎 提袋 我也會拿酒精不擦 那個提袋的把手 對 然後整個袋子 都要噴到濕濕的 掛在那邊讓它風乾 對 然後人噴完之後 我說立馬給我去廁所 洗澡 對 我說 被噴得以為是剛下雨 就是整個都是酒精在吃 我們剛剛攝影師也是 這個地上都濕濕的 以為外面下雨 他說不是 這是酒精 對 就是會覺得很心安 如果你今天不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要出門 我要開始知道你的行程 你要疫調 控制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我安心 就是譬如說你跟我講說 你要去可能松山去藥局 買個什麼東西 我就搜尋看是幾公里 幾公里應該是在幾個小時 半小時內要到家 為什麼已經45分了 你還沒到家 你是查出 兩個紅綠燈壞掉 對 而且他就自自誤誤誤 就是我們家裡 就還有個阿姨 他就自自誤誤 他又想要跟朋友出去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他騙我 你一定是跟朋友出去 你們去哪裡呢 我不知道 我會有恐慌 所以我說下次 如果你這樣子 沒有準時回家的話 我要求你 你跟我講你要去哪裡 我開車載你去 你不要自己去 因為你自己去會造成我的恐慌 然後他就 他還說不聽你知道嗎 而且阿姨還說不聽 而且他就是下次出去 還是不跟你講 然後那一次我就整個 整個那個情緒就高漲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 機很久了 你都講不聽 然後我就越罵 聲音越大 那我覺得我好像不應該知道 那時候我就是 沒辦法克制我自己的情緒 然後我已經情緒高漲 那我還去廚房拿刀 我說你是不是要逼死我 我說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一起死 然後他那個阿姨 你都好像說 好像他對不起你什麼 他就是對不起我 然後我就 我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大 然後因為我婆婆就覺得我很激動 然後就幫阿姨講話 然後我就說你怎麼可以幫她 她是你妹妹 你應該管教她 你不能讓她 就是到處亂跑這樣子 然後後來 最後我們就大吵完之後 就冷戰了 但是他們回來 我還是照樣噴酒精 所以我準備了很多酒精 這件事不能少 給大家看一下 我準備了非常非常多酒精的 那個就是大大小小 我們家一定要很多的酒精 然後我老公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神經質 你疫情沒事 結果你的情緒 還有你的身體 都出狀況 因為我已經極度懷疑 我有點焦慮 就焦慮 看樣子是有點可能 精神科醫師 就是因為我最近門診 多了很多像小柯這樣的 對焦慮 對就焦慮感真的 而且會變成 其實小柯不會 我還好 你今天能趕來這邊錄影 表示你還是屬於正常人 對 要不然你如果過度的話 你根本連錄影都不來 也出門都不趕 是 我可能就沒辦法踏出那一步 對啊 妳還好 又喝的 我不會喝 我就跟你講 以前我們還沒疫情 去年三四月 三月的時候 我們回家都衣服要 全部脫光噴 對 那個時候就要了 不要說誰在 現在就泡到裡面了 對 真的 天受不了 我們來看下一個 高齡長者施載疫苗 現場崩潰 不打了 現在就講到這個 因為它機率就算一千萬分之一 它就是個機率 對 你家裡長輩那麼多 九十幾歲 八十幾歲 輪到他打疫苗的時候 你心中想法很多 真的 對 哪一天輪到自己 自己想法也很多 對 因為畢竟我們也六十幾歲 可是還是要打 因為其實新冠這個問題 其實 我還是這樣說 其實認真講 你非常科學來講 它是一個 新型態一個 有點像類似流感的一個東西 但是它太多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在發生 遇到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年齡層 不同的人種 它好像又不適用 像AZ在英國好像還好 然後可是到不同的國家 好像又不大一樣 那一開始的有一段時間 那個疫苗非常非常珍貴 好不容易排到可以打 排到一半的時候 快要輪到那個阿婆的時候 那就開始她就發現 她就說她不要打 她打了會死 怎麼樣 我們就說怎麼會 她突然間情緒變那麼激動 原因就是她的鄰居 前一天早上 才很高興地跟她通電話說 她去打了AZ疫苗 晚上送急診 然後她接到電話邊聊天 發現她過世了 所以她就很恐慌覺得說 她上天讓她在打之前 接到這通電話 就是代表在告訴她不能打 可是因為她旁邊的小孩子覺得 好不容易幫她爭取到 那一個AZ 那個可以打的那個契機 因為最近就還好一點 之前是真的 大家你看打了都被講特權 怎麼樣 所以好不容易爭取到 就一直要勸她打 然後要拉著她 然後她就拚命 甚至很歇斯底里這樣大吼大叫 說你們就是要我早一點走 說她的小孩子 就是要早一點走 來分遺產什麼的等等 弄到我們的那個警衛 什麼都來幫忙安撫 到最後婆婆還是決定不打 那我們跟她說沒關係 你等你心理準備好的時候再打 然後邊走的時候 還邊聽到家屬 在跟她碎唸 跟她爭執說 你現在放棄之後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再幫你排到等等 可是自從她婆婆走之後 本來後面排很多 那我們也要準備很忙 大家都覺得 你是不是打 會走 一個人恐慌大家 對 因為其實在集團裡面 會有一個恐慌的效應 那會漫言 對 大家都很仔細聽 他們為什麼爭執 然後就發生這些問題 是 但是實際上來講 我們也必須很認真講 包括這些疫苗的東西 其實台灣的人種 跟這個所謂的日本的人種 也不大一樣 所以你打下去的時候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說真的 實在是真的需要 資料庫的一個累積 但是現在疫苗的好處是說 像大家一直在講的 起碼打了之後 他是可以預防重症 但是我必須非常認真講的 就是說連我自己的家人 我自己的岳父 他打了之後也小中風 三天之後 所以到底是不是有關 我沒辦法跟大家講 所以這種東西很難很難說 我們現在也只能告訴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些血栓疾病 或你有一些疾病 你把它控制好 比如說你現在血糖很高 血壓很高 現在疫苗還夠 不會像之前那麼誇張 不要說我現在血糖控制很差 我現在血壓控制很差 然後我因為好不容易拍到了 那我現在身體狀況不好 我去硬打 那這樣子可能發生問題的機會 就會比較高 晚安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